永和分局长李崇伟表示 今年年初永和辖内已经发生好几起的诈骗案 查获了三个电信诈漆机房 金额都上看上千万 还有两件信号有被警方拦截 让受害者减少了几百万的损失 由于这个两个案例 我们意识到这个诈骗案件的严重性 那在以我们永和侦察队 在今年1月2月 已经逮捕了查获了三个电信诈漆的机房 那拦阻了这个19个面交车手 那这些车手除了用请居票 搜索票 或者是以先刑犯的逮捕的方式 我们通通都建请检察官羁押 那拦阻的预防的金额 已经高达了新台币700万元 李崇伟表示 账获集团看准退休族群 想要运用退休金投资 或是疫情期间民众想赚取被动收入 设计大量的投资陷阱 引用民众将钱汇到人头账户 而钱一旦出去就很难追回 提醒大家要找合法有信用的投资管道 不要悟性偏方 疫情期间 可能会希望多有一些网路投资的管道 希望可以赚一些钱 可是相对的诈骗集团 也是希望获取大家的金钱 他也在提领大家的现金 所以大家要投资的时候应该要参加合法 有信用的这些投资社团 而不是随便参加网路所点选的 或者是FB上面 或者是LINE上面不明来源的这些投资 那参加这些社团之后 里面的团体成员都是诈骗集团 那大家很容易被他的话术所轻易 轻易的把金额汇出去 那汇出之后 警察在就算是逮捕这些集团之后 那钱都很不容易可以再去追回 所以在这里提醒 特别呼吁市民 这个打诈需要透过这个团体的力量 永恶分局为了强化防诈力道 特别成立的打诈队 和在地的企业合作 包括了百货业者 KTV 电影院以及大卖场 协助播送防诈影片及讯息 提高民众的防诈意识 永恶分局有成立永恶的打诈队 那我们也结合这个地方的这些企业 发挥社会责任 跟企业的精神 比如说在比样广场 在永恶的喜乐影城 我们的星光大刀KTV 永恶的钱贵 全国电子 燦坤3C 现在都愿意帮我们推播反诈骗的影片 我们也邀请了艺人 龙天翔跟我们侦察队 合拍自拍反诈骗的宣导影片 那这些企业愿意免费的脱播 在卖场的大荧幕 或者是电梯的广告机 在免费的再播放这些影片 那提醒民众要注意反诈骗 不要轻易的受骗上当 以免因小失大 李重伟说 诈骗集团靠的就是人性中的贪念 除了随时提醒自己 不要受低风险高获利的吸引以外 遇到可疑的投资讯息 也可以运用165防诈专线查证 不要让辛苦赚来的钱 进了诈骗集团的口袋 记者赵世渊 新北采访报道